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来分享的一个信息是 追求卓越的生命 在我们往下进行之前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的意象是 点燃基层宣教的火 策略培植基层领袖 拓植以基层人为主的崇拜点 我们的宣言是 追求卓越的生命 献上感恩的奉献 活出喜乐的见证 付出关怀的行动 我们今年就是要营造一个 卓越 感恩 喜乐 给予的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追求卓越的生命 那可能我们会想追求卓越的生命 跟我有关系吗 也许对我来讲太遥远了 有可能我非常年轻的时候 我是想追求卓越 可是慢慢的呢 我觉得卓越这个梦想 离我越来越远 但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选择要卓越 还是继续的过平凡的生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每早晨都是新的 每早晨有新的机会 每早晨神新的能力 新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可以只看有限的资源 或是我们仰望这位有无限资源的神 我们可以只看自己的软弱 或是我们可以仰望这位赐我们大能的神 我们也可以被有限困难的环境限制住 但是我们也可以倚靠神为我们开道路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音乐家贝多芬 你很难想象他这么卓越的音乐家 却在28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听力 他非常有名的一个乐章快乐颂 描述了上帝的爱 人的爱 大自然的爱 宇宙的爱 如此的丰富澎湃 当人听了这个快乐颂 就不由的喜乐起来 不由的心里面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从上帝那里来的爱的滋润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曲子 叫庄严尼撒曲 是描述神无比的威严和荣耀 许多人听了这个乐章 就不由的对上帝兴起的 从敬敬拜之心 所以有人就称贝多芬是什么 叫乐圣 没有人可以超越过他 一直到现在 他过世之后 他的这个出兵的仪式 比皇宫贵族还要盛大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名 他说人生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亲近上帝 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 莫过于远离上帝 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知道 原来这位贝多芬 他之所以卓越 是因为他有一位卓越的上帝 在他的生命中 另外有一个 我们可能小学的时候都读过 他叫海伦凯勒 你很难想象 他在一岁半的时候 因着生了一场病 就失去了视觉 失去了听觉 可是他却成为一位非常卓越的教育家 他到处去演讲 写作 他为了龙芒的人士 赋尽了他的心力 他教育他们 而且为他们办许多慈善的事业 一位名作家马克·吐温 曾经赞叹海伦凯勒 是世界的奇迹之一 他讲了一句话 也非常的有名 他说 神呢 他在我的心中 就好像你们看见太阳 在花的香气 花的艳丽当中一样 神呢 是我黑暗中的光明 是我沉寂中的声音 所以我们看到海伦凯勒也是一样 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 是因为有一位卓越的上帝 活在他的里面 另外 有一个我们可能就非常熟悉的 也许有人亲眼看过他 他生来呢 就缺了四肢 他叫做尼克 他成为非常卓越的演说家 我们很难想象 没有四肢能够做什么呢 他的人生应该是绝望的 应该是没有出路的 可是相反的 他的生命却激励了 许许多多在绝望当中 想要放弃自己的人 他曾经说一句话 非常的有名 他说 上帝如果没有赐给你想要的神迹 那他其实是想要你成为别人的神迹 他说上帝如果没有给你 你所想要的神迹 那上帝的意思是要你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神迹 果然他成为上帝手中的神迹 他曾经说他是上帝怎么样 限量的精品 精品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而且限量 也许在人的眼中 他会觉得说 哇 上帝你为什么创造他 那是失败的作品 可是因为这位卓越的上帝在他生命中 所以呢 他活出了卓越的一生 他成为许多人生命里面的神迹 所以我们就来想想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追求卓越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认识上帝 我们的生命的命定就是卓越的 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来看神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26到31节 我们同声来读情 弟兄们 可见你们蒙昭的按着肉体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如经上所记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何等的感恩 把宝贵的圣经 就是你的话赐给我们 主啊 愿今天早晨 你用你的话开启我们 你更用主你自己真理的亮光 主啊 点燃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 叫我们可以进入主你自己美善 荣耀的旨意当中 谢谢主 垂听我们祷告 靠耶稣基督 荣耀得胜的名 Amen 好 我们看刚刚读的圣经里面 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来分享一个大纲 就是我们追求卓越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秘诀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卓越离我是这样的遥远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秘诀 就是信心中的交换 什么叫做信心中的交换呢 我们刚刚看到这里有两组的人 就是刚刚读的圣经里面 左边呢 有一组人 世人看他们是什么 愚拙的 不聪明的 他们是软弱的 是卑贱的 是被人厌恶的 看起来他们是一无所有的 另外呢 右边这一组人呢 他们在世人眼中呢 是非常聪明的 是有好的条件的 能力非常的强 然后呢 生在怎么样 好的家庭 是尊贵的 让人家羡慕的 那他们呢 怎么样 强壮的是富足的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就是 非常明显有这两组的人 那我们会想 我希望在哪里 我们一定会希望选择 右边这一组人 是不是 因为怎么样 我的条件好 我先天的条件好 我就赢在起跑点上 是不是 没有人要选择左边的 可是上帝却做了一件 非常非常奇妙稀奇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救恩 临到左边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看以为无用的 卑贱的 不聪明的 不聪明的 软弱的 缺乏的 神的救恩 临到这一群人 临到这群人 有什么结果呢 这个结果就是 哇 他们所拥有的 所得着的 所表现出来的 居然怎么样 胜过右边这一组人 哇 你说怎么可能呢 原来 左边这一组人 他们得到什么 他们得到的 就是 耶稣基督自己 耶稣基督不只是 为我们 一切的软弱 一切的罪 一切的缺乏 来到这个地上 甚至为我们舍命 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他为你我怎么样 复活了 他本来就在高天的宝座上 他是活神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成为人 是因为我们 为了我们这个人 为了我们这个人 成为人 所以呢 他 死了 复活 是为着我们 我们也与他怎么样 一同复活 所以凡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你的生命 就有一个 非常奇妙的转换 非常奇妙的转换 这个转换是什么呢 就是 恩典 耶稣完全的恩典 他的恩典是什么 就是耶稣自己 他把他自己 完完全全给了你 给了我 弟兄姐妹 你信主到现在 你知道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吗 就是耶稣 把他自己给你了 你觉得耶稣是谁 他是智慧的吗 那你应该有智慧 耶稣是能力吗 那你应该有能力 耶稣是丰富吗 那你应该是 活在他的丰富里面 不是因为你好 而是因为恩典 耶稣说 我只给你一个 最宝贵的资产 就是我给你恩典 因着耶稣完全的恩典 在世人的眼中 看见这些蒙恩的人 他看到什么 就是神的大能 从这个恩典里面 涌流出来 涌流出来 所以呢 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 的二十七节 讲到一件非常稀奇的事 他说神啊 拣选世上 余浊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拣选的世上 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为什么会羞愧呢 这些有智慧的人 为什么会羞愧呢 这些强壮的人 为什么会羞愧呢 原来圆文的意思 是说他们看到这些 原来比他们不如的人 居然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所以他们心里 非常非常的惊讶 的意思 就是太惊讶了 太稀奇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 一件事情 哦 原来 有一位上帝 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在你的生命里面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在你的生命当中 从你信主到现在 是不是有人在你的身上 看到你的改变 而稀奇惊讶呢 这就是这一段 圣经所说的 叫外邦人看见都羞愧 就是都惊讶 都跌破眼镜 在圣经里面呢 什么人可以经历到 这样信心中的转换 有两个例子 那这两个例子呢 我称他是现在的人来 一种人呢 他是上等人 或者是上流的人 圣经中有一个叫做撒该的 他是一个税吏长 非常的有钱 他为什么有钱呢 有很大半的原因是 他是事前如命 而且呢 他呢 他想要拿到钱 是不择手段的 他当时候 他是犹太人啊 可是他却去帮助 管理他们的罗马政府 所以犹太人 就在他的压制底下呢 就是 缴了很多很多的税 他把这些钱 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我在想 这个撒该 他还没有认识 耶稣之前 那人认为 他是卑鄙无耻 他呢 可能在他的圈子 他的生活圈里面 朋友圈里面 他常常跟人家比什么呢 哇 我的房子 多么的豪华 我拥有什么东西 我有多少钱 这是他的生活 可是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说 当他遇见了耶稣 他生命里面 有一个180度的改变 圣经说什么呢 他当他遇见了耶稣 他就说 我把过去讹诈了 别人的钱怎么样 我要还他多少倍 四倍 这是比怎么样 旧约里面的要求 还要多的 不只是如此 他说 我把我所拥有的钱怎么样 要变卖一半 给穷人 哇 从前是一个这样诡诈 这样吝啬 事前如命的人 现在居然成为一个慈善家 这是何等的稀奇 这就是生命的转换 原来耶稣的DNA怎么样 进入沙盖里面了 另外有一个人呢 就是格拉森人 记得吗 他是一个被鬼附的人 他呢 住在哪里 坟墓 为什么住在坟墓 因为他会伤害别人 他会伤害自己 人呢 用铁链把他捆住 他还是有办法把他挣脱 好可怜啊 他活着怎么样 不像人 但是有一天 耶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 他原来不穿衣服 但是当耶稣 来到他的生命当中 圣经说怎么样 他就清醒过来 他就醒悟过来 就坐着穿起衣服 然后呢 他想要跟随耶稣 耶稣就跟他说 不不 你要回到你的家乡去 向人家传报这个好消息 所以呢 他就满城去传扬 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哎呀 原来这个人 大家都觉得 他不活在世界上 倒好 他苦了自己 也害了别人 可是今天他的生命 你可以想象 成为多少人 多少人的祝福 原来 耶稣基督的DNA 进入这个格拉森人的里面 做一个非常奇妙的转换 他成为一个大大不同的人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这节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都是因为神 是因为神的恩典 因为神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神做成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的功劳 或者自己什么条件 没有 就是神的恩典的意思 神的恩典 他的恩典是什么 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 救赎 所以你认识耶稣有多么的美好 耶稣基督的美好 就要再转换在你的生命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会问 那为什么呢 我今天活着 为什么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善 他无穷生命的大能 他种种生命的美好 是这样的少呢 到底为什么 什么原因拦住我们呢 第二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卓越 既然知道卓越是神给我们的命定 耶稣基督的DNA就是卓越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竭力的进入 首先呢 有一样事情拦阻我们 就是困难 弟兄姐妹你会不会遇见困难 会 你我都会 每一个人都会遇见困难 那遇见困难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很讨厌困难吗 我们逃避困难吗 还是抱怨呢 那就是一个关键 我们要有正确的眼光去看困难 因为困难既然是人人有的 那上帝知不知道 上帝容许 所以显然困难与我们 应该是有益处的 上帝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我们 这个从前 非常伟大的一个这个孟子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天将将大任 于私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佛乱其所谓 所以动心忍性 不知道意思没关系 意思就是说 上天如果要把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交给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要训练他 一定要训练他成才 对不起 训练他成才 怎么训练呢 就是要透过环境磨练他的意志 然后借着什么呢 借着他身体的劳累 饥饿 或者穷乏的环境 挫折的遭遇 借着这些事情做什么 就是要让他能够增加 或者增强他的能力 我再说一次 透过这些不好的环境 困难的环境 增加增强他的能力 好让他可以怎么样 完成上天 交代他的任务 哇 孟子很了不起 他真的是非常的有眼光 那有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 是鳞鱼跟鳞鱼的故事 你知道鳞鱼饭很好吃 鳞鱼饭好吃是为什么呢 因为煮的时候 他要是活的 活才会好吃 那日本呢 鳞鱼很有名 对不对 他们早期的时候呢 农夫 就不是农夫 渔夫 就到海里面去抓鳞鱼 那早期的时候 那个船都是非常小 也设备非常的简陋 那常常鳞鱼抓回来怎么样 哎呀 就死了 但是呢 有一个渔夫就是非常特别 好奇怪 他的设备一样哦 可是呢 他抓回来的鳞鱼怎么样 都是活的 所以他就怎么样 卖的那鳞鱼啊 就比人家价钱高非常的多 那当然很快 他就成为一个大富翁 到很后来 这个秘密终于揭晓 就是这个农夫啊 就是当他去抓鳞鱼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怎么样 鳞鱼也一起放进去 那这两种鱼怎么样 生性都是好斗的 哇 当他们一碰面怎么样 就打起架来了 那个鳞鱼 就激起这个鳞鱼怎么样 生的欲望 他为了要求生存啊 所以就怎么样 哇 他全身的活力都出来了 本能求生意志都出来 所以为了要求生存 所以怎么样 一直到回到家里面 他都没死 因为不能死 所以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 困难会帮助我们 更有活力 帮助我们更有目标 所以我们呢 做一个基督徒 真的不要做巧克力冰棒 或者是温室的花朵 太阳怎么样 一晒就融化了 就枯萎了 风一吹雨一淋 我们就承受不住了 这不是神的心意 弟兄姐妹 你们告诉我在圣经里面 哪一个神所使用的人 没有经历过困难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就想到 这个摩西是一个例子 我们会觉得摩西 真的是太风光了 他怎么样 这个用食灾打退 这个法老王 好神器哦 其实啊 没那么容易的 你要知道 当他每一次去的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这个法老是掌握生杀大权的 每一次去都不是容易 都是一个困难啊 摩西呢 他呢 还面对什么困难 这个石头 对不对 这个带领这些的百姓 一不高兴 就拿石头怎么样 要把他打死了 哎呀 前一段 前一分钟 才对他怎么样 歌功颂德 说摩西 你对我们真好 了不起 下一分钟 遇见困难 就要拿石头打他 他还激励怎么样 他的核心团队怎么样 起来围攻他 哇 真是不容易啊 他是遇见很多的困难的 但是你看 就是因为他这样遇见困难 神磨练他 操练他 成为一个 可以担当大任的领袖 以至于他可以把 在经过四百三十年 被压制 被奴隶的 以色列人 把他们救出来 带领两百多万 至少两百多万的人 把他带出来 而且为他们建立信仰的生活 为他们建立社会的制度 如果不是一个 有承担 有能力的领袖 怎么办得到呢 神用困难磨练磨细 另外有一个人 保罗也是啊 哎呀我们都觉得 保罗真是了不起啊 是不是 他很了不起 哇他的真的是 他的事业版图很大 他的宣教 做得非常轰轰烈烈 到哪里 哪里都被翻转过来 可是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 他怎么样 他被抓拿 被鞭打 被囚禁 被石头打 他经过海难 受劳碌困苦 不得睡 又饥又饿 受寒冷 赤身肉体 有谁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可是保罗 他就是因为 他知道 他的命定是什么 他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神用这些的困难 磨练他 操练他 成为一个 有能力 有担当的宣教勇士 所以你看他宣教的足迹 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理 他走过哪里呢 建立多少教会 他在以色列 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 埃及 土耳其 希腊 南斯拉夫 意大利 西班牙 哇 在那个非常非常不容易 交通非常不方便的一个时代 居然他可以完成这样了不起的宣教 大业 如果不是神用这些困难磨练他 他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神用很多的困难 扩张我们这个器皿 好叫我们的容量 我们的承担力 可以增加 可以承担 承接下一个神更大的托付 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 困难是上帝造就我的工具 困难是上帝造就我的工具 好 第二个拦阻我们进入卓越的是什么呢 就是 框框 就是框框 什么叫框框呢 框框就是死板 一成不变的想法或行为模式 那上帝说怎么样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意思就是说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代理 都有美好的旨意 可是呢我的道路跟我的意念就是一个框框 就是一个框框 你说哎呀我没有框框了 我都很开放 不可能 因为呢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环境 而且我们是在这个沉沦这个已经被毁坏的这个地上被怎么样被影响的 所以我们会有框框的我们会有框框有一些旧的习惯一些旧的思想拦阻我们拥抱美好的事物 我有一个孙子五岁多 他就是非常有框框 什么事情有框框 在吃的方面很有框框 他凡是没有吃过的东西 你要他吃 他想都不想看都不看 他就说我不要我不要 然后你再劝他一下 他就大叫 好像你要威胁他这样 你再进一步劝他 他就怎么样 跑开哇就到处跑 然后好像怎么样 猪要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样子 哎呀这是很头痛的事情 感谢主他现在有突破的 你想如果他没有突破 哎呀世界上这么多的美食 他都没有办法享受 不只是这样我在想 他以后他的学习也会受很大的限制 一些新的事物 他很不容易去尝试 他的成长应该也会受很大的限制 所以呢我们要非常非常求圣灵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突破我们原来的框框 你看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被神带领出来出埃及了 他们还是活在那个框框里面 哎呀遇到不熟悉的事情 哇说什么哇你看那个葡萄 大得不得了要用扛的 他们就下个半死说哇他一定把我杀死了 然后呢遇见的困难 说哦我要回去了啊 我去当奴隶 好啦当奴隶比现在还要好啊 你叫我死在这里吗 所以他怎么样 他不要往前走啦 他要往后走啦 他要向后转啦 这个就是框框 框框就是当我们遇见不同的人 不熟悉的环境 不擅长的工作 我们就怎么样 就说我不走了 我不要啦 我拒绝啦 我只要这样就好了 就把自己限制在里面 我呢也是一个非常 把自己限在框框的里面的 那可能呢你们是看见我已经有一点改变的 看不太出来 我是一个非常有框框的人 我有两样事情 我是绝对拒绝的 第一个我绝对不要当领袖 第二个呢我非常非常讨厌上台 但是你们看我现在怎么样 没办法 就是神要我当领袖 我常常需要上台 那我常常在 我一开始 就是神教给我一线的事工的时候 哎呀我迟疑了很久 一直怀疑 我说神啊 哎呀你找别人吧 你找别人 如果呢你找到别人 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答应你 我支持他到底 就是这样 所以呢很多时候新的事情来了 我就怎么样硬着头皮 好像要上断头台这样子 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在神的面前祷告 神说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情 当我降服的时候 我就发现 好像呢不容易 一点又容易一点了 不能突破 好像再突破一点了 再往前一点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里面 一个一个的突破 我的信心被扩张了 我那个勇敢 好像一点一点 也被神慢慢加添了 那我就发现 好像回想起来 我现在这个人 跟过去 不要讲多久 就是在过去2006年 我们刚开始一线事工的时候 我也发现 我跟那个时候的我是不一样 所以我非常非常相信一件事情 神呢 常常要帮助我们 突破自我限制 所以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常常会说 哎呀这个我不会 这个我不能 这个我不要 如果这是你常常有的想法 或是常常有的一个行为模式 那真的我鼓励你 你要让圣灵来帮助你 让我们可以突破框框 而且进入神要给我们的卓越 第三个是什么 常常拦阻我们 就是失败 我们要突破失败 进入卓越 那失败 你会不会有失败 有啊 每一个人都有失败 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失败呢 神应该是做什么都成功嘛 对不对 那失败到底对我们什么意义 一定有的 所以我们对失败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 有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失败 那有一个人 大家非常熟悉的 叫做这个爱迪生 大家很熟对不对 爱迪生 他是一个大发明家 你知道吗 他一生受正式的教育多久 才三个多月 哎呀我相信大概比我 应该啦 比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 受的正规教育都还要少太少了 但是呢 他一生有多少发明啊 一千零九十三项的发明专利权 哇 何等了不起 但是呢 最了不起是 他每一次的成功都是反复反复的实验 用各样的材料 然后才成功的 你知道 他对我们很有贡献的 就是发明电灯 光这个发明电灯的过程 他先后用了多少材料实验 你们知道吗 七千六百多种 哇 如果是你是我办得到吗 七千六百多种材料哦 而不是说只是实验哦 材料就这么多 所以呢 他就不断的在失败当中 在实验 失败 在实验 失败 在尝试 经过八千多次 然后才取得成功 那你想说 哇 这个爱迪生实在太了不起了 怎么有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呢 为什么呢 你知道 在他的实验室里面 有一个石碑 写什么呢 他说 我深信有一位 全知全能 而且充满万有 至高至尊神的存在 这位大发明家说什么呀 我深信 在我心中深深的相信 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 而且充满万有的神 他是至高至尊的神 他与我同在 他就在我的实验室里面 原来在他的失败当中怎么样 有神与他同在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你不要觉得 哇 失败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失败者 不 失败不等于失败者 除非你认为你自己是失败者 失败 不是失败者 我们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彼得 我们晓得 彼得他怎么样 曾经三次不认主 而且耶稣早就告诉他了 当发生的时候 哇 计较了 他就想到耶稣跟他说的话 他就出去痛哭 出去痛哭表示怎么样 就是他的失败 他的失败 但是后来怎么样 耶稣死里复活向他显现 问他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彼得说 主啊我真的爱你 你知道的 然后主耶稣跟他说怎么样 你喂养我的养 主耶稣把教会怎么样的重责大任 托付给彼得 这就是原来他自己是失败的 可是因为有耶稣 他在失败中仍然有耶稣 所以他怎么样成功了 彼得成为教会的领袖 那我们晓得另外有一个人是谁 也是失败 犹大 犹大也失败 可是在他的失败里面怎么样 很可惜 圣经说他就出去怎么样 上吊自杀了 他自我放弃 在他的失败里面 没有耶稣 其实耶稣 知不知道犹大失败 知道你回去看看圣经 耶稣一样爱他 一样服侍他 为他洗脚 用许多的爱想要挽回他 告诉他我永远爱你 可惜犹大 在失败中他自我放弃 另外圣经里面旧约 还有一个人就是谁 就是大卫 大卫有没有失败 有 他犯了奸淫的大罪 他犯了杀人的严重的罪 可是他回到上帝的面前 神啊 求你赦免我 求你洗敌我的罪 所以在他的失败里面 他因为寻求上帝 他后来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王 另外跟他同一个时代的 就是追查他的扫罗 扫罗也是软弱的 他犯了许多错 他在中间有没有悔改 有 他也悔改 可是很可惜到最终了 在他的失败里面 他就任凭自己往下沉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看你我怎么去看失败 失败没有什么 失败对某些人来讲 它是绊脚石 就好像犹大跟少博 失败也可以成为垫脚石 就好像谁 就好像彼得跟大卫 失败成为他的垫脚石 成功的垫脚石 所以跟旁边人说 失败是你成功的垫脚石 好 弟兄姐妹 所以呢 我不知道 你觉得自己现在面临困难吗 神要透过这个困难 让你经历到他的帮助 他透过这个困难训练你 增加你的能力 使你成为一个更开阔的人 你觉得你常常什么都不能 什么都不会 甚至你觉得 哎呀 我只要停留在这边 我只要这样就好了 弟兄姐妹 神要带领你进入海阔天空 所以不要限制自己 你觉得为了一件失败的事情耿耿于怀吗 其实把这个失败交给主 让这个失败成为神给你的祝福 我们可能过去很多人像我一样 觉得自己是软弱的 自己是不配的 好像一开始圣经哥林多前书 告诉我们 我们是左边这一组人 但是感谢主今天 神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条件 我们真正的条件是怎么样 其实无所谓 你看在贝多芬 他条件好不好 非常不好 是不是 一个龙子 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音乐家 作曲家呢 海伦凯勒 他又瞎又龙 他能做什么 居然成为一个卓越的教育家 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立刻胡哲 他没有四肢 他能做什么 他却成为一个激励人的神迹 他成为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 成为一个非常幸福的丈夫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要带领我们 进入卓越 因为耶稣基督 把卓越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不要忘记 在那两组人当中 我们都是左边这组人 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在我们的生命中 让我们继续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进入他卓越的DNA 我们请皮特传道带领我们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我们可以站起来 我们软弱的我便刚强 平穷的我便付出 下眼的我能感谢 我们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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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渡过的那家 再次吸进我的嘴 现在主的大慈安 向着我拥有着 在其身体讲的中 使得主福起我们 弟兄姐妹 主的手 他大能的手 一直在你的身上 但愿耶稣的恩典 永留在你的生命中 就是现在 我只有 我只有 赫沙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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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告知耶稣 佳地高养 赫沙纳 赫沙纳 耶稣祂 以赴沙纳 让我们在心心里面说 是的耶稣 是是的 称颂他 赫沙纳 赫沙纳 你是世家的药 赫沙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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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我给你的恩典 是完全的恩典 这恩典就是我自己 我要把自己给你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向主来仰望 Hallelujah 跟主说主啊 值得充满我 用你自己来充满我 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 就做一个转换的工作 Hallelujah 有时现在跟我充满我 Has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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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世世家的羔羊 Hassana Hassana 是祂的羔羊 耶稣 谢谢祢 主啊 就是这个时候 主 祢的恩典 永留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主 谢谢祢 主啊 愿祢现在 祢同在的恩高 主啊 降临到每一个 弟兄姐妹的里面 主 谢谢祢 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 神 把一个渴慕 一个新的渴慕 释放在祢的里面 祢可以把祢的手 按在祢的心上 我要奉主的名 为祢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哦 是的 主 耶稣 谢谢祢 赞美 祢 主啊 祢说 祢在我们的心门 外扣门 若有人 听见声音 开门的 祢要 进到 祢的里面 祢要 与祢 一同 作息 主 谢谢祢 现在 就进到 我们每一个 弟兄姐妹的里面 哦 耶稣 哈利路亚 哦 祢的恩典 永留 祢的能力 永留 主 谢谢祢 祢 祢的同在 主 祢 祢今天 告诉我们 祢的同在 祢的显现 永远 不离开 主 谢谢祢 就是现在 主 而我们 不只是 相信祢 经历祢的救恩 主 我们要把祢 放在 我们的里面 的宝座 我们心中的宝座 主啊 这位卓越的上帝 主啊 这位 实力复活的基督 坐在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心中的宝座 主 谢谢祢 祢的权柄 祢的能力 祢的恩典 祢的恩赐 主啊 祢的丰富 主啊 从现在开始 每一天 都要显明 在困难的里面 要显明 在我们的有限里面 要显明 主啊 甚至我们 做不好 失败的时候 要显明 Oh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教会 要进入 卓越的恩流里面 Oh 主啊 叫世人看见 就惊讶说 真有上帝 在你们的帮中 我也要来寻求 你所信的 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主 谢谢祢 赞美祢 Hallelujah 谢谢主 新的一年 主啊 天父上帝 主 你那 永不止息的爱 耶稣基督 死里复活的大能 天天充满 圣灵 每一天的浇灌 每一天 在我们当中的运行 和引导 主啊 是这样的丰富 这样的奇妙 主 谢谢你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福音中心 福业的崇拜 主啊 都充满 你自己 卓越的 生命大能 谢谢主 垂听我们祷告 靠耶稣基督 荣耀 得胜的名 Amen Amen 把荣耀归给神 Hallelujah Yeah